好 講到過年 投歌是我們裡面 年紀最長的吧 是我們裡面年紀最長的吧 最小的 最長的 你給你幾歲 我 黃老師好像比我大 真的嗎 對 是喔 我還大大六歲 老師 保養 你們真的都保養得真好 我是過年72歲了 72歲了 72歲 做本命 竟然我的本命 老師你算是也吃過 七十二頓年夜飯了 對不對 七十二頓年夜飯裡面 你印象最深刻的年夜飯是什麼 是非常悲慘的 是不是 我們先講悲慘的 等一個再講喜 我最悲慘的除夕夜是 我當兵的時候 當兵的時候犯罰 一定要到東引去服勞役 你在東引啊 好遠喔 我在學去那邊繞過軍 那是我們中華民國裡面 最冷的地方 比媽祖還冷 真的差不多天涯海角 爬得很 那除夕夜那個 那時候在東引喔 那冷風七七 齊寒側骨 然後在 都住在碉堡嘛 地下挖碉堡嘛 然後我是炮兵隊的喔 打炮的喔 然後 一想到 那時候幾歲 二十一歲還是幾歲 一想到家裡 父母親 弟弟妹妹 想到一些朋友 然後我們穿眉袄 還戴那個 戴了很多 然後我就有一個人 在島上 遙望著台灣的方向 然後 心裡一直在想 我的命運怎麼苦待見 苦待見 苦待見 為什麼要被關過 被管信過 當兵還被國軍開除 國軍都在 國軍都在見人 還會把你開除 我是海軍被開除 然後到東銘叫做 反共救國軍 那個眼淚好像 下一個一直滴... 沒有哭就一直滴... 心裡想 除夕夜 大家在圍爐 我怎麼這幾年 除夕夜都在關 不然就是在... 在扶牢裡 心裡想 那時候忽然間想到 因為我碰到一個貴人 我們主任 幹信班的主任跟我講 蔡頭 你將來也是一個 就像黃有浦老師 常常跟我講 我看我的五官 他說你將來是一個 大人物 你真的是一個大人物 我心裡在想 大人物 因為我那時候看的書 都是蕭雄 你知道嗎 拿破崙 希特勒 這些 我說愛讀書的孩子不變壞 但是選錯書了 會變很壞 不是 那時候我最欣賞的 就是蕭雄 然後我心裡在... 拿破崙也是阿 他也會 當總統 我也有 希特勒也不高 希特勒也不高 鄧小平也不高 蔣辛國也不高 真的咧 都被理點到了 真的 矮人 世界上的矮人都是矮子 包括我蔡詩文 你看 對 你 矮誰是沒了 就想家就流 真的 眼淚就流 所以說我奉獻一些 現在的年輕人 這裡就是要真的 我講的都是真話 因為我從來 你看 剛才才知道 我去東營吳國異 對不對 我很少講 一定 第一 不要吸毒 這是真的 不要到詐騙集團 去當那個幫手 人生實在是沒有什麼 你只要你向上 心善 心 要有一個慈悲的心 你一定要從善如流 做什麼一定都 老天都會幫助你 真的 這是真話 真的 那時候我心裡就想 回來 我一定要改過 真的 我從東營回來到現在 真的都改過了 但是還是有黑道背景 就是 雖然已經改過 向上變好人了 但是 但是 還是有黑道背景 沒有沒有 不要亂走 開玩笑的 過年馬上開開玩笑 如果有什麼難巧的事找我 黃優甫老師 您還比菜頭老師大六歲 今年七十八 他保養真的 對 真是高壽 如果是虛歲的話 過的年是七十九 七十九 老師 那您印象最深刻的 年除夕夜是什麼 應該又是小時候 小時候太辛苦了 或就是家裡窮 那什麼過年不過年就是這樣 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這些 當年辛苦的日子 是 異苦思甜 所以現在 好命的日子 反而沒什麼記憶的重點 真的 對不對 老師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張正珠老師 眼睛眼眶含淚 有特殊的過年的印象嗎 二十年前那時候的除夕夜 我人在大陸 正是前途茫茫的時候 所以當時我是科技公司總經理 可是卻被董事長給開除了 所以失業 跑到大陸去躲了三個月 所以那時候除夕就在那兒 接下來人生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然後過了到大年初五 回到台灣之後 人生從此都改變了